宰相杜礼能称传 宋朝有一位宰相 终年丧妻 续娶了一个妾名叫娇娘 娇娘年方十八 出生迷门 长得碧月秀华 琴其书画无所不通 婚后 宰相整天忙于朝中之事 经常不回家 娇娘正值妙龄 独守空房 便和府里年轻的仆人 私下偷情 这事传到了宰相耳中 他使了遗迹 谎称上朝 却悄然藏在家中 入夜 他潜入卧室外窃听 果然 听见娇娘与仆人 在床上调情 他气得火帽三丈 举拳就要砸门捉尖 但是 就是在这节骨眼上 忍自给他了当头一棒 让他冷静下来 他转念一想 自己是堂堂当朝宰相 为了爱妾如此动目 实在犯不上 宰相把这口气咽了下去 转身离开 一抬头 见树上有个老瓜窝 他灵机一动 随手抄起了一根竹竿 捅了老瓜窝几下 老瓜惊叫而飞 屋里的仆人 纹身慌忙跳窗而逃 事后 宰相装作若无其事 一晃眼到了中秋节 宰相邀姜娘前来赏月 酒过三巡 她急袭迎师一手 日出东来环转东 乌鸦不叫竹竿筒 鲜花搂着棉残睡 撇下干将门外听 娇娘是个才女 不用细讲 以品出诗中的寓意 她顿感无地自容 跪在宰相面前 也迎了一首诗 日出东来转正南 你说这话够一年 大人莫见小人怪 宰相肚里能撑传 宰相细细一想 自己年已花甲 娇娘正值若冠年华 偷情之事不能全怪她 还是来个两全其美吧 过了中秋节 她赠与娇娘白银千两 让她和那个仆人一起生活 远离他乡 这事很快传了出去 人们对宰相的人自当头 宽宏大量 深感敬佩 小伙伴们想要听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关注点赞 们愿多 我们们到 那个 咱都